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382集 84年,自行车仍然是国人的主流交通工具 摩托车都不多,街上跑的小汽车更少 京城护士这样大城市还好 小城市街面上出现的小汽车,哪个不是单位用车 县级领导才给配小车,什么县里的局长之类 那车也要和别人共用的 还是改革开放后好几年,一些地方搞起招商引资 那不管咋说,当地政府都要配两辆好车 不然投资的客商来了,怎么接待 随着经济发展,小车越来越普及 最终不仅是各级单位配级,连私人也能拥有 也只有在南边的沿海城市 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才最先有了私家车 一辆普通的汽车几万块,让夏小兰现在买,把家底翻出来 也买得起,但精明如夏总,赚到的每分钱都差不多安排好了用处 让他现在拿着几万块买车 脑子坏掉了差不多 大家都骑自行车,他为啥不能骑 骑自行车总比靠两条腿走路强 夏小兰暂时还没考虑过买车 也没想到过个生日,周成打算送他一辆车 来海关挑被缴获的走私车 这绝对不是看不起夏小兰,认为他只配用走私车 在84年的华国,不可能找到一个地方 能拥有海关缴获的走私车这么多的车型和品牌 这是84年的另类车展 一大堆车里有低端有高端车 连这时候国内还很少见到的奔驰车等高端车也有 周成就让他在海关随便挑一辆车 假如他要挑最贵的呢 海关拍卖的走私车价钱要比市价低 那也不可能把奔驰卖得和吉普212一样便宜吧 夏小兰是又感动又无语 不要周成送太贵的礼物 周成是没把这话往心里去 看着夏小兰短暂的惊愕后 视线多瞄了被收缴的奔驰车几眼 康伟也有点虚 橙子哥这牛皮是不是吹得有点大呀 未来大嫂要是瞧上了最贵的一辆 买还是不买呢 康伟就盼着有辆自己的小车 他羡慕死盼三了 恰好此时夏小兰语气悠悠地问 说吧 周成给你批了多少钱的预算啊 康伟竖起两根手指 城子哥说 少于这个数的 让我直接付钱 超出这个数的再告诉他一声 两根手指肯定不是两万了 夏小兰知道倒腾香烟很赚钱 周成应该不至于脑子出毛病到 要把所有家底拿出来买车送他吧 这车夏小兰是不敢要 他就觉得周成家底子挺厚 上辈子他虽然见过更多的钱 可是时代不同嘛 84年的20万要用来买房 随便在京城护士瞎买 比2017年的2000万购买力还恐怖 不算那些隐藏很深的走私大佬 1984年拥有20万个人家产的 又有几个 周成要敢拿这么多钱出来 一个投机倒把的罪名没得跑 夏小兰恨铁不成钢 狠狠瞪了康伟一眼 这是谁给周成出的主意 你俩是嫌自己的日子过得太舒坦了是吧 康伟有点心虚 周成其实想送一套房的 这不是夏小兰快到京城念书了吗 这时候宿舍就寝制度管得很严 除了京城本地的学生 其他人都要住宿舍 夏小兰也不会例外 周成考虑的是 夏小兰周末不上课时 或许想拥有自己的空间 房子不用特别大 不用几个人几间 万一刘芬要跟着来京城 平时也有住的地方 送房子的想法 还没说出口 就被夏小兰掐死在萌芽阶段 康伟这个狗腿子就献祭 不送房可以送车嘛 嫂子出门办事也方便 平时可以找个地方放着 周末有车了 那跑部队交通多方便呢 房都不要 车子价值不是差不多吗 有的车还比京城买套院子还贵 康伟这么不靠谱的建议 能被周成采纳 还是因为康伟提出了个补充点 车子可以登记在别人名下 使用者还是夏小兰 这就不算特别贵重的礼物了呗 周成平时特别沉稳 赚了不少钱 除了买几块表 他也没有铺张浪费 甚至康伟想买车 周成都觉得太高调 不许康伟买 啥事到了夏小兰这边 周成都觉得能破例 高调点也没啥不好 他赚的钱就愿意给自己媳妇享受 夏小兰初入都有车 也免得消小寄予 男人对自己喜欢的女人 总是控制不住想买买买 夏小兰对他大方 周成呢也愿意十倍百倍地宠着他 理智这种东西是约束他自己的 男人是家庭的支撑 要护着家里的女人和孩子 不时刻警醒自己的话 容易走错路 女人就不该沾前顾后 钱该咋花就咋花 一切有他担着呗 那天扛不住了咋办呢 能咋办 媳妇是自己选的 捏着鼻子也要认了 周成这些心思 夏小兰不说完全能体会吧 康伟一讲 他模模糊糊地也猜到了些 走吧 康伟一脸可惜 嫂子 咱不选车了 来都来了 还是选一辆吧 夏小兰过生日 康伟不能和周成 抢着送东西出风头吧 他肯定要送点别的 不过夏小兰不选车 那就是不接收周成 隔空投地的生日礼物了 这事是康伟没办好 他可着急了 不选了 这个当生日礼物不合适 你也别哭丧着脸 周成不会怪你 我的礼物 当然要亲自去和周成要了 他是有点感动 又有点想冲着周成吼一吼 都21岁的人了 在部队的职务干到了营长 咱能不能成熟点 处个对象 细水长流不好呀 非得搞得惊天动地的 康伟没听懂 今天都23号了 明天就是生日 这哪里赶得及亲自讨药啊 夏小兰扭头 康伟 需要你帮忙 给我买张飞机票吧 我去一趟京城 手腕上的石膏 咋向周成解释呢 是说自己摔的呢 还是干脆把石膏敲掉 受伤都有半个月了 只要不用右手拿重物 只和周成见一面 鼓励的事 应该能瞒过去吧 这个忙 康伟肯定要帮的 只要小兰嫂子一去京城 橙子哥可想不起来什么原则 那还不是小兰嫂子 说啥就是啥呀 康伟偷偷打量夏小兰 她是不是该提醒夏嫂子 此趟去京城 差不多该见家长了 嗨 多这个嘴干啥 就我大嫂这样的 难道见家长 还会被挑剔点毛病 开始了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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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